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又见面了 Hello 又介绍一下 在我台上见到这位英俊 就是V街的沈博士 大家每晚在TVB都见到他 多谢 我也是 很欢迎Annie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空姐 还有饭 当然要帮我们做个指定动作先 看一看你的右手边 有两个字 红色的订阅 有的 帮我们按一按 不然是免费的 订阅了朋友 当然要按铃铛 我们有新片出的时候 YouTube就会通知你的 接着要给他赞我们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你听完的感受 这两集很好笑 最重要就是广传给你身边的人 无论正常也好 不正常也好 我们不介意 我们只想散发多些正能量 和正确的资讯给大家 尤其是这两集这么好笑 一定要分享多些给大家一起试 要保证他们错误的思想 好 甚至上一集 我们说周小龙在一些访问之中 也不太远 他这个访问好像是一个星期前 是的 在这里诬猎我们的大湾区 然后很多很好笑的笑话 我觉得他想做邵逸圆第二 是吧 拍一下那些不熟内地的人看 笑话不断的 他说里面的笑话 他还有一个笑话 就说这个理论 所以你上去说是对的 他是一个广告人 他的市场很厉害 市场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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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这么好 你为什么叫香港人上来 为什么不让北方 其他城市来大湾区 这个也是笑话 好笑的大家 先来香港 先来香港 为什么要我们香港人上去 你这么好 为什么不叫北方的人 去大湾区 甚至乎来香港 你知不知道我多少内地的朋友 你知道我上来几十年 真的个个人都妒忌我们香港人 为什么北京给这些好处 只是整天给你香港人 或者给你香港人先行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是国内人 我都会妒忌香港人 为什么你不懂 他又反过来说 还有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现在在内地每一个城市 自己有户籍的 就是我如果想来大湾区 可以买房子 做生意 很多事情申请 甚至有些城市已经停止了 比如深圳那些 你买房子 都未必拿到户籍 知道吗 是差的 就好像移民那样 知道吗 你不会以为全部通了 所以就算我进去拿居住证 我们都要想清楚 选哪个 中山也好 政治家也好 就是拿了就不能转的 是啊 拿了就不能转的 你选到那里了 因为你不可以享受不同城市的福利 是 很多人都问我 譬如我博士的时候 最后我选了珠海 你会想一下 你慢慢生活 最多地方是哪里 没错 所以其实我认为 内地都不想来大湾区 还有珠海 我都拍YouTube 地产国 很多北方有钱老闆 下去珠海买楼 下去深圳买楼 多得不得了 所以你不要这样幼稚了 就说好像 你这些香港人上来发钱 我根本没有人肯来 你北方那些大城市 就不让他们来 傻的那些说法 真的傻得不得了 你最有资格说这些说法 我真的很生气 因为我太清楚 和事实真的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 没听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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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人骗到 还有他有提到 因为现在你知道大湾区 其实大湾区 早几年去推出的时候 其实政府都说得很清楚 现在大湾区是政府 就用九个城市的人口等等 就合在一起 跟着就和现在 本来有的全世界的大湾区 比如纽约那些地方 日本那些地方 去做一个竞争 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大湾区 不止是其他全世界的地方 说明我们现在 就是后起之寿去追回别人 他又说到 你哪有得跟别人比 哪有怎样 还有大家看最近 又有疫情影响 现在全世界其他大湾区 其实现在他们的经济都很差 差 不得了 反而在中国的大湾区 反而是生气活活 我们才有增长 但是其实 又不要这么说 除了 当然我们 因为我们中国的大湾区 是刚刚开波 才是几年 几年 当然 不会这么快 就说已经可以追得到 其他以前的湾区 以前的湾区 是否 要时间 但是你知道 有些数据 我稍后会打出螢幕 譬如那些人口 人口 人口 机场 这个没得挥 其实我们有很多数据 譬如那些港口 机场 客流量等等 其实已经over了 那些大湾区城市 旧有大湾区城市 所以你说 我们有没有能力 可以追到 什么 我们叫弯道超车 大家看看 最基本的数量 当然 其实这个大湾区计划 是受到疫情 以及香港暴动事件 这个当然是 就是一个 渐重的影响 其实暴动事件 抹黑 就是最重要 是的 洗光年轻人佬 正如周小松 我叫做周小松 你叫小松 你不会做一条龙 是的 正如他说 这些歪理 就是 让他们抹黑 每个年轻人都 大楼很差 大楼没有自由 上到大陆 十分钟死了 那便 没有人敢上大陆发展 没错 而且大湾区9加2 大家现在很多都忘记 说9加2 其实9加2有澳门和香港 其实政府本身是很好的 那时候说明 香港和澳门是带头 带着9个城市 香港是比你做头 比你做大佬 很多年前 只不过就是 香港就是 不生性 一句说完 扯爛衣衫 现在连澳门都超越 我们取代了我们的地位 所以这个绝对是 最重要的一锤 是将大湾区计划拖延 亦都被香港 叫做失利 即是选 又不可以说选失杀 现在有国安法 我们又是重新 重新 恢复 但其实本身 内地政府 是真的 放在香港国费 很重要的角色 比较香港本身都出了事 整个大湾区 大湾区计划的推进 当然会受到影响 但你不要说 虽然现在有疫情 各方面的事情 你现在看内地 或者大湾区 现在有9个城市 它本身研究经济 它们的内销 大家如果最近有看片 你知道新商场又开 华发商刀 珠海 最大的小刀 我一进去旁边 我想着 第一天 我一定要去商场 隔离完 立即要开 不得了 很多新的 那些桥都开通了 杭展刚刚又开了 很多的东西 你不要再引我了 我知道你10月又回大陆 又隔离完 然后又可以去玩 大家期待他的片 我最遗憾 因为要隔离 看不到杭展 我好想 不如要等下年 不要紧 你刚才说过《国安法》 非常感恩 我们的《国安法》 出场之后 接着又有 这个爱国者治港的做法 就可以隔离了周小松 这些人 因为其实他为何这么高调 他自己都说得明白 就是想再参加 这个未来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 有目的 大家都会觉得 做什么 即是拉票 很多朋友 为何他这么高调 最近很努力拍片 他2000年那时 都已经是想参加 只不过那时 因为疫情要延后 所以我们非常感激国家 就是帮我们推动了 这个爱国者治港 清一清洗 对 先洗一洗 过一个假蟑螂 不要再被这些港独分子 再去荼毒我们的年轻人 对 国家插手 变了来说 香港现在都平静很多 对不对 所以另外他还有说 还有最后一个笑话 就说 人民币要挂勾国际化 他又说 他说到 其实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做到这件事 傻子 我只是问大家 时间的问题 你想持人民币 持港币还是持美金 我买了房子在大陆 你买了房子 买了 其实赚人民币升值 也赚了20% 早几年的时候 你以为我曾用人民币用来供楼 还是用港币用来供楼 你知道之前很丑 常常都要想办法 将人民币用来供楼 将港币用来供楼 折捷利息是多少 不是 所以这个人反过来说 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都不断引银市 当然只差人民币就好了 还有人民币 你拿着人民币 利息都高一点 现在国内拿着人民币 你随便银行的利息 都高过香港两会到三倍 大家来到号称中山未来CBD的中山奇江新城 带大家看一个全新的楼盘中山寶龙城 它自大有70万方的大型双圈 和300米的中山未来地标 更多精彩请留意VPass大湾区 所以它反过来说 只不过说 以前人民币 如何国际化地 这个世界 中国很保守 很谦虚 中国一向都说 我从来不去侵略别人 我是保护自己 不希望不可以欺负 到今时今日 中国大家看到也是这样 哪里欺负别人 但是外国的外国人 是不是的 整天都想吃别人 侵略别人 所以不是说 大陆想怎样就怎样 你想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想想给你国际化 是不是 出尽办法搞你的 一定是这样 当然了 你国际化得到 你取代到它的地位 现在它最害怕就是这一件事 它还好笑 它说到 又说国安法 现在香港何时有 遗害国家 移民 移民又要说 好好笑 我有些笑话都漏了 是的 移民都要说 移民又要说 我说了 现在香港何时国安法 他说哪有危害国家 烧了国旗 大哥 又会订阅弄了那些东西 那也叫没有危害国家 你算了吧 你记不记得 刚才有一段新闻 就是今年4月 它厂那里有些东西 被东莞海关扣了 那些产品是在大陆生产的 当然了 不知道是否自己厂 多数应该不是 但是都是在大陆做 但是肯定是Made in China 如果大家黄人不知 就可以去店铺 去店铺看看 究竟是Made in哪 和大陆开过什么流冰场 什么重庆那些 好像地物 所以大陆肯定是很熟 这些真是 趙元松 还要唱 我想说 他被大陆海关扣查这批货 批货就是说 上面是T恤 印有黄色雨傘和黑色口罩 涉嫌宣扬黑暴的意识 在那个访问那里 最后真的笑到你 真是面皮很尺 居然可以说 我这些爱国爱港的人 他自己称为爱国爱港 所以你说在另一个访问那里 说 这一个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怎会触犯到国安法 就是自相矛盾 他都认为自己是一个 爱国爱港的人 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触犯到国安法 是 他们认为这个 堵路 扔尖 是对的 是爱国的行为 都没问题 是爱国的行为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些人说的事情 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或者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而且现在 因为他说说 任兼有尖丹进来 现在打仗不是用军用炮 大家看全世界 现在全部都是在天空 科技 科技 经济去侵略 互乱 大家看香港就是那样版 就是用刀用枪 是的 所以 思想很有问题 现在还会拿战烂进来 是不是 坦白说 他够胆可以进来吗 你看看中国的航天展 那些军事武器 现在不同 以前 那些鬼佬进来 拿着枪 我们拿着棍 现在跌回来 所以真的好笑 刚才你说移民也是好笑的 因为我和观众分享这些移民 其中 我看到他说 林郑说我们很多黄人移民了 很淒涼 这个真的是天大笑话 天大笑话 真是笑到我 他说其实很多是男型 他说有八成 这个天大 你不如做个统计 可能男型的移民更多 还有最好笑的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觉得那些人这么惨 你便不要弄个国安恶法出来 你没有这些恶法 我们便不走 你怎么搞错 你真是分清这些是非黑白 还有有鸡鲜还是有蛋鲜 你们黑暴的时期 不出来破坏香港 不犯法 不杀人不打人 香港需要有国安法 你们没有做坏事 又不用怕国安法而走 对不对 你看看我们这些人 正常常怕什么 对 会不会着草走路 是的 我经常都说 譬如前晚我拍一段影片 讲阮民案 他说他的演唱会遭到打压 有万个广告 下个月10月13日 莫振妍老师 莫振妍有个演唱会 我们大家都是外国外港人士 你又不见他会被人打压 场地说不租给他 没有可能的 就是看他们做了些什么 没错 没错 我们这些正常人 我们有什么怕 我做正常事 你不正常才是怕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可以倒回来 倒回来说 这个也是非常笑话 还有讲现实 大家身边 看到 过去的 你说是王政是男 大家全部都明白 看到 尤其是 你说不懂那些 你不知道 那些很多名人 什么王喜 什么Coco歌 全部的名人明星 章坚庭那些 走路了 那些你不计算的 所以他真的反过来说 真的反过来说 不过唯一一样 我又不敢说 百分之一百全部都是王 你说有没有那些是男都会 因为我知道教育 有些是因为教育的原因 不是因为男权的原因 有些警察朋友 有些子女都去英国读书 所以不是用黄男来去 但不是移民 没错 不是因为怕国安法而走路 因为香港教育 很多父母是担心的 而且大家知道 现在的老师是什么老师 是担心的 所以他讲的笑话 他只有一条片 我和Annie都去拍两集 他还有很多条片 我们就是希望带出一些 正确的信息给大家 所以我们绝对不介意 大家分享给你身边 稍微有一些不正常的人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分 但是他们的思想 实在是和正常人太大偏差 因为我真的接受不到 你知道吗 我真的接受不到抹黑的 抹黑这件事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的视频 它的名字 《抹黑的中国》 没错 真的改得很好 大家可以有空去沈博士的频道 看看他的视频 非常精彩 看看中国是否没有自由 看看中国是否没得玩 没得吃 我会继续拍的 所以你那些黄丝肯定很恨我 因为我还会继续拍 他就像这些 他不断讲这些 一讲完之后 不要紧 我常说你恨我便恨我 我是要留醒你 是的 我都是为你好 所以你可以分享出去 真的给一些 很担心他 教错别人 你可以用我们这些影片 来澄清一下 好吗 Balance的声音 大家 这两集 三集 现在加上了 三集 好吗 如果好看呢 想不想我和Annie 下面留言 或者想我们说些什么 在下面留言支持我们 又或者想我们做更加多的东西 令大家更加开心 好吗 接下来留意我们的影片 下次再见 谢谢Annie 好我们合作愉快 拜拜 拜拜